耶稣派遣十二人出外宣讲 上文记载耶稣在自己的家乡立着立地去之后 耶稣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 谁就由四周各村施教去了 耶稣叫奈十二门徒 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 事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耶稣这次叫来十二门徒 不其然令我们回想起 耶稣最初召叫这些门徒的片段 因为耶稣当初是 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 做祂的入室弟子 召来的原文和这里的叫来是同一个字 耶稣召选十二门徒的时候 已经赋予他们驱魔的权柄 这次耶稣在道赐予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母仪是要强调门徒要延续耶稣的工作 因为直至派遣门徒的这一刻 驱魔一直是耶稣的工作 现在耶稣正式派遣门徒参与他的工作 并且给出具体的指引 耶稣祝福他们在路上 除了一根棍杖案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 却要穿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实际上耶稣祝福门徒 在旅途上不可以带的东西 比可以带的更加多 除了棍杖和可以穿鞋之外 所有旅途的必需品一律不准带 换言之 耶稣是要求全道者 信赖天主和近人 至于准许带的 只有一根棍杖和腰穿鞋 令人联想到 当年以色列民徒来埃及之前的一晚 预备食与节晚餐的装备 你们应脚上穿着鞋 手里拿着棍杖 接着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尽了那一家 就住在哪里 直到从哪里离去 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 或不停从你们 你们就从哪里出去 发去你们脚下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如果门徒受到一个家庭欢迎 就留在那里 而这个家庭就做了传道的基地了 门徒能够一直留在这个家庭那里传道 表示那个会是一个相当大的集会地方 这项指示也都反映 初期教会有欢迎传道者 的基督徒家庭传道组织 当然门徒也都会被拒绝 中途大使录就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事迹 例如保禄相继被得杀下来 贝洛雅、雅典和格林多 一个又一个城市拒绝 不过门徒的这次宣讲工作就非常成功 他们就出去宣讲 使人悔改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合许多病人附幼 治好了他们 其实马尔谷福音1-6章都很着意铺排 耶稣怎样在自己职务的脈絡之中 教导门徒 他们的门徒职是怎样的 耶稣宣布天主的国林近 呼吁人们悔改 信从天主的福音的时候 也都亲自揀选了他想要的人 并且从中选定了12人 为叫他们同他常在一起 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 又赋予他们驱魔的权兵 因此门徒的职务 实在是基于耶稣亲自揀选和教导 除非门徒积极回应耶稣的召叫 确认他们宣讲和驱魔的权兵来自耶稣 否则他们不能持续追随耶稣 不能保持自己的门徒身份和门徒职 这一个正正是耶稣嫌苛的派遣令背后的意思 也是耶稣要他所揀选的人 和他常在一起真正的含义 这一个也都是若望福音 以葡萄树和枝条 比喻耶稣自己和门徒的关系所说的 来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的意思 对初期教会以及日后各个时代的教会 这段聚述传达了一个永不过时的讯息 教会的根源就是被耶稣派遣的团体 而且是轻装上路 自由和无据地 两个两个一起去宣讲耶稣的话的团体 他们的棍杖和鞋 象征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受指示 不需要攜带任何生活的必需品 因为他们是耶稣的追随者 他们要仰赖的就是耶稣所仰赖的 他的天父 耶稣所面对的 和他的前驱使者若汉所面对的一样 就是邪恶的势力 而耶稣的使命 是作天主治疗力量的工具 作为耶稣的追随者 门徒的使命 和所面对的 也会是和耶稣的一样 在记载十二位门徒 回来向耶稣复命之前 福音首先加插了 使者若汉被斩首的罪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